大家好 最近我从国内的新闻发现 有些新闻有所改善 现在俄罗斯还有什么 钢比亚南非 还有几个一共五个国家 退出了海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 那么说明罗马规约 而且他们同时提出了霸权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 那么就说呢 现在我也注意到了 武警的副司令员 孟宏伟先生 出任了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我立即感觉到了 内外勾结犯罪的可能 所以我在昨天 在前天已经正式宣布 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最高权力 包括所有陆海空 以及地方治安部队的在内的 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力 因为这是一场 反革命 反人类的 以洗刷臭名 披上人皮 杀人灭口 谋在害命 掩盖反人类犯罪行为 掩盖反革命犯罪行为的 一个背叛列祖列宗 背叛中华民族的 史无前例的罪行 这是中华民族的 起处大容 在我接管一切最高权力 包括武装力量 所有陆海空 第一天治安部队 包括攻击法 所有一切权力 统一由我艺人调度 我的妻子西悦 在1999年的时候 遭受中国共产党的迫害 有人在她眼睛上 动了手脚 她本来是一个 心平眼亮的 非常漂亮的女人 我的妻子西悦 目前呢 和我是两地分居 我们拒绝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结婚证 大家都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立法程序 是兼建立了婚姻法 才建立了宪法 她的婚姻法 就是她狐狸的尾巴 所以我和我妻子西悦 在我母亲亲自签字授权下 已经结婚 至于财产 共产党提出的 18亿亩耕地 不像 对我本人不像 在这1045万 甚至高达1300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 我是当家人 这一切 由我一人做主 我绝不剥夺和霸占 其他任何人的个人财产 但是我也不允许别人 利用我的名义 挂羊头卖狗肉 更不允许别人 有人利用我的名义 欺世道明 拨复夺霸占我的 合法权益 合法财产 人身自由 以及我应有的 民主权利 政治权利 所以 鉴于 毛总主席的 对共产党人的指示 江青 对邓小平 衣食以后 一伙人罪行的揭露 以及邓小平 针对犯罪行为的自我招认 所以从 邓小平史 到江泽民 到胡锦涛 中华民族 为了吃饱肚子 从我到每一个人 都经受了奇史大辱 而且这帮 食人族 这帮畜生 在最后 不顾人民死活 在老天爷 在多次示警的情况下 疯狂的行凶犯罪 已经到了 为了金钱 为了女色 丧失人格 人性的地步 这是中华民族 六七千年历史上 实所罕见的 奇史大辱 中国人民 在忍受了长达 六十七年 六十八年的 中国共产党的残酷压榨 搜刮地皮一样的 吃血 喝肉 吃人血 喝人肉的 惨不忍道的掠夺之后 这才有了 今天 那么面对 依据圣经启示录 而来的 这史无前例的 中华民族的浩劫 以及 毛泽东主席的命令 以及 江青 的揭露 邓小平的招任 对江泽民 胡锦涛 两届 为首的 正国级 副国级 在职或退休人员 一律执行死刑 没收 一些个人财产 对其亲属家人 进行严格的反人类罪行审查 如有反抗 就地处决 再说一遍 如有反抗 就地处决 我的妻子西越 他现在找工作 都有困难 他带着自己的女儿 在香港 无依无靠地在那里生活 收到了 中国共产党指使了香港的 一些地方流氓 还有所谓的 精神病院 还有这个 香港的法院 以及有关司法人员的 骚扰迫害和威胁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坏人 在香港 地方的有些 警部人员 已经告诉我 妻子西越 这是有人要迫害他 作为他的丈夫 为了解决 我们家庭 遭受共产党 采物人造迫害的问题 面对 背叛毛泽东主席 背叛中华民族 背叛全人类的 这群卖国贼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国的当家人 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而且已经到了 人之意尽的程度 但是 在国内的西门媒体 还在封锁消息 凶手还在 拒捕任罪扶法 还在妄图把我 利用拖沫兴的 利用庞氏变局 利用弥天大谎 把我活埋 还要让我和我的妻子吃地宝 领旧机 去成全他们十足的美脉 对不起 你们这样的行为 一定超过了我 可以容忍的底线 既然你们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第一 不许亡国 第二 不许亡党 第三 除复决邓小平 之后的 蒋泽民 胡锦涛时代的 所有正国级 副国级人员 在2016年 12月25号 圣诞年零点之前 全部处决 对其家属 实行全球抓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此等人员 如意反吓 相关执行人员 就地处决 把反抗人员 就地处决 所有正国级 副国级 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的 有关人员的 所有财产 全部发冒 如有搞 是案子处境 敢于逃离犯的现场 敢于反抗的 就地处决 所有正国级 副国级领导人员 亲属 全部抓捕归案 接受反人员罪行 再打 我命令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27军 38军 执行私下任务 65军 作为预备部队 军人 要坚决完成任务 这是外民出案 如意反抗 杀不上 同时 我郑重每一个 郑重的 告诉每一个 中国国级党人 记住你入党宣誓的证词 如果你敢背叛毛泽主席 我就叫你人头落地 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展 你们听清楚 现行政府 由李克强主持 你习近平不要再招权了 所有权力都是我的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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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正告诉每一个听众 大概在三天前 我这已经要求逮捕王岐山 习近平了 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 帽子是在与腐败行为作作争 帽子在拯救国家与危难之中 帽子在恢复光明正义 这当这一切都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 他不过是在争取时间 苟延残喘 掩盖反人的罪行 牟败海兵 他们表面上 是在解决雪寨帮的问题 其实质上 是在替雪寨帮掩盖罪行 保护这些贩子们的 所以在这里 我正正告诉 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你看看以前的正国级 副国级都什么下场 你自己看着吧 大家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 有个四十八 那么在邓小平之后 就出了一个六扇门 那么现在按照车轮战术的规矩 以江泽民 胡锦涛为首的 两届正国级 副国级所有人员 全部结束生命的人 所有亲人 全部抓捕回家 如意反抗 就地处决 没收一切财产 先关进监狱再说 接受反人的最行家长 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你们听清楚了 如果你们不老实 这些人 就是你的下长 就是你们的下长 我征重同志 香港地方法国人员 不要为难我的妻子 我知道你作为法官 作为基层民警很不容易 我尽管对你们的行为 表示愤怨 但是我希望你们 和我一样 都要保持冷静 面对这个邪恶的体制 我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自己要想清楚 不能助纣为虐 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采取了一些不当行为的话 其后果就是 人不灭你 天灭你 好 我在等待着 2016年12月25日 零点之前 凶手节奏上面 其亲属全部抓不过案 关键其中营 接受反人的最行家长 没收一切财产 如果又敢出国逃跑 为对前刀的 就地处决 敢又反抗的 就地处决 你习近平 李克强 往前听清楚 如果你敢迫抗我的命令 他们就是他们的下场 就是你们的下场 你心里面是多余的 李克强主持一些工作 好 谢谢